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 您到底在看什么呢 你说呢 不就是星星吗 至于看这么长时间吗 你看见的那是星星 我看见的这叫星秀 星秀 那您慢慢看吧 我们一会儿去了 大人早来了 久后将军不到就先上来了 我在哈的门等 你从齐化门入 这不 两岔了 有劳将军 什么有劳啊 我是来掌掌见识 先生请坐 咱们边喝边聊 好 多谢 多谢 先生请坐 早知先生能马前客 只推被毒 观天余地 前之后推五百年 今日还要有劳先生啊 哪儿啊 徐大将军 那多是坊间传言 我还听说我家先生能呼风唤雨洒动成丁呢 去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我就随便说说又没什么外人 小孩子不懂规矩 让徐将军见笑 哪里哪里啊 这小四啊 还是挺有意思的 来 先生 你我先干了这杯 请 黄金榜上 偶尸龙头望 爹 爹 找我何事啊 不长进的把眼了 整天就知道吃滑酒闹事 你看 这是打坏背盘桌椅的清单 老薄子 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有爹在 我怕个球啊 我在县衙 不过是个小小的书办 那 那个支县不也是听你的吗 是吧 喂 我的小祖宗 我说你能不能长点心呢 连谁大谁小都分不出来了 那支县会听我的 他那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听钱的 管他听谁的 给面子不就行了吗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费尽心思挣的这几个银子 经不住你这么叨叹 爹 我可没花你的钱啊 没花我的钱 你吃铁鹅银子 我这不刚刻了不急怎么 这一步就能卖到一两 加起来那也是几百两的劲相 行了行了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啊 能以卖文为生啊 你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了 哎 我又是死了 你可怎么办呢你 爹 你车哪去了 你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啊 我跟你帮哥们还喝着酒呢 我去了啊 你等等 你听我说啊 我听府学里传出个荒信来 说是最近可能要开博学红瓷科 你抓紧时间准备准备啊 爹 你在说什么呢 孩儿 来个秀才都没考过 我怎么就考这个博学红瓷科 这什么玩意儿啊 烦死人 哎呀我的儿 博学红瓷科 不同于考秀才 名头很重要 这 儿子 儿子 你看 哎 这是爹 刚刚改写的 宋代刘勇的一首词 很适合你的现状 拿去多找这些人传送啊 爹 你是觉得儿子现在的名头 还不够响吗 哎 这一点惦惦你多虑了啊 哎呀 光在坊间流传不闲啊 还得想办法呀 多败回一些文坛上的 齐老民宿 那才成呢 爹 我只听说过 天坛 地坛 设计坛 行 怎么又冒出一个文坛来 在哪儿 在哪儿你带我去见识见识啊 你给准担了你 我先走了 我 我让你跑 气死我了你 大将军 这要不是你叫我 我还真不能在这儿瞎看 您说我又不是斯天坚 这斯官天相 这也犯计这个 让您多担待了 先生 您 是不是看出了点什么 哎 大将军啊 怎么说呢 皇上的担心呢 还是不无道理 您别说 这前朝大都 还是藏着几分帝王之气的 不过 那也应该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先生接着说 嗯 这个呀 这从天相上说啊 嗯 这叫死危暗 而天已无光 天强天背 以献为毛 这是什么意思 还要请现实名言哪 哎 有些事啊 他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那种说是好是坏吧 嗯 或兮服所以 服兮或所服 您这么说我还是不明白啊 哎大将军您是聪明人哪 哎 人哪 没必要把所有的事都弄那么明白 您说的 哎 先生 你我相识多年 您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 哎 大将军 我给您念一句星诀吧 哦 天以太以星以习 王位更立 庶子鸠 让我们进去吧 尿尘 去吧 放火的将军演个巡发 去吧 别跑 你到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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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进去打一盆水吧 我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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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在和义门 备下了茶水点心 先生还是先歇歇 再行巡视吧 什么巡视啊 看看风景 那风景如何呀 徐大将军 我呀 二十三岁来此会试 一转眼 三十余年过去了 无是人非呀 谁呀 人生如梦 将军 大将军 大将军 启禀大将军 有军情 不是军情 不是军情你慌是吧 是水情 水情 刚刚入春 臭雨还没下过 哪儿来的水情 不是雨水 是井水 有人投毒 不是投毒 是全城的井水 突然都变味儿了 苦得没法喝呀 竟有这事 百姓都闯进瓮城了 说瓮城的水是甜的 结果也是苦的 现在士兵们 也没水喝了 将军请 大将军请长 嗯 苦得麻舌头 怎么会这样 这倒真是怪了 徐将军啊 这也没什么可怪的 依我看呢 可能是这地底下的水纹条件 发生了变化 填水流走 苦水 它自然就填进来了 水纹 嗯 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问你 去年入秋 这儿是不是阴雨连绵 是啊 入冬以后 有大雪寒天 对啊 嗯 可这 跟井水是苦是甜 有什么关系 这就对了 地面的积雪 雨水 未及渗透 它就被冻住了 这几日 艳阳高照 大量溶水渗入地下 这就像江河春训一样 它把甜水给冲走了 就这么回事 嗯 你冲到哪儿去了呢 以地势看啊 徐将军 这几日 您派人寻访 不出几日 西边会有肝泉涌出 我想把这甜水啊 引回来 还要 请先生多帮忙啊 哎呦 这恐怕 没那么容易吧 哎 现在城中百姓 传言很多 说是有人 破坏了前朝大都的风水 得罪了龙王爷 结果这龙王爷 就带着龙王奶奶 出城奔西去了 您说我这个大将军 可担不起这个恶命啊 哎呦 大将军 你这是要我 把龙王爷给你追回来 我刘某可没那么大神通 不管谁为了我 还是为了城里的百姓 先生一定要想想办法 徐将军 开河饮水 入殿存机 这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呢 先生放心 财务的事情 我会知会地方 至于人力嘛 来人呐 来人呐 我来人呐 未经许可 不过 我去 未经许可